7月24日,李小璐晒出一段跳舞的视频,并发文,你继续讨厌,我继续热爱,这是我的第六支舞蹈视频,在夏天真的很适合刘汉排多,虽然跳得不专业,但也不会放弃。 视频中,李小璐一身嘻哈装扮,戴黑色棒球帽,身穿路腰背心搭配印花套装,他在炫酷的镜像场地中大跳街舞,性感又炫酷,气场不输专业无辙。 7月24日,李小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段大跳嘻哈风格街舞的视频,画面中,李小璐头戴黑色棒球帽,身穿路其T恤搭配印花套装露面,显得嘻哈风格十足。 除了晒出街舞视频外,李小璐还大方喊话你继续讨厌,我继续热爱,这是我的第六支舞蹈视频,在夏天真的很适合刘汉排多,虽然跳得不专业,但也不会放弃。 从视频中不难发现,李小璐此次大跳街舞确实进行了精心的排练,而且举手头足间每个街舞动作都非常帅气,洒脱。 同时,李小璐纤细的身材,确实也为她增色不少。 李小璐晒出视频后,很快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大部分网友都对李小璐的自信都表示了赞赏,甚至有网友为李小璐没有机会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而感到惋惜。 此外,也有个别网友对李小璐表示了嘲讽,甚至吐槽。 据悉,去年的11月份,李小璐和贾乃亮通过各自的工作室发布了离婚联合声明,双方表示为了保护女儿甜心,所以迟迟没有对外宣布此前离婚的消息。 虽然两人宣布已经离婚,但是女儿甜心还是归两人共同抚养。 期间,曾有媒体拍到贾乃亮多次现身李小璐住所,随后有传闻猜测两人有望复合,毕竟如果两人能重归于好事很多人愿意看到的画面,大家都希望可爱的甜心能有个完整的家。 但是针对复合消息,贾乃亮事后却进行了否认,不难看出南方对过往疑似非常在意。 欢迎转发,关注作者,并留言说说你的看法。